恒子走出牛屎的形態嗎? 阿里巴巴是真還是假的星呢? 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期的《拱鼓怎看》 我是Lin Lo 今天和大家分享兩個觀點 但我們先介紹大家的問題 第一,恒子爆星是否真的走出牛屎 第二,拱鼓的話,分成大星 是否真的,全部都是分容之好呢? 好了,我們一起來看看 先看看,我們會通過三個角度 第一,如何判別市場 第二,市場資金的方向 即是Follow the Money 第三,股票或者市場是否真的有空間 這三個方面可以進行查看的 第二,回到你的頻道,後面ChartHK 打開這個小鈴鐺的話 有更新,你才可以及時收到 下面的按例是大家問得比較多的 還有市場有些特別要說的 那你想要看誰呢? 你可以把這條影片 拖到你想要看的那個位置去看 看到最後的話,我要做份 即是將它們進行總結 好了,美德聲明 那麽知道指標的影視 收工任何股票是不夠實現任何推介意的 我們先看看市場的情況 恒生指數的日性圖是這樣的 市場的話會有大趨勢有三個階段 這個是道士理論入面 或者說在它的第三條 說了大趨勢有三個階段 一個階段是怎樣的情況 你可以看到,如果是紅色或是下降趨勢 如果是送星趨勢也是一樣的 即是倒著過來 這個下降趨勢 你可以看到恒生是行出了三個階段 三個第二階段 第一個階段 你可以看到下跌粉秋 繼續下跌 第二個階段 依然是屬於積累發展 即是前面是看到一個高位跌了下來 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周期就是屬於發展 即是一路下跌下跌下跌 第三個階段就是加速 加速下跌 出現之後 我們發現恒子已經連續突破了兩個關鍵位 第一個關鍵位 上一次這個位是11月份 那時候 這個是11月初 11月底 11月底 12月初 然後呢 我們1月份 12月底 1月份 最次突破了這條線 後面的空間 就是這個位置 最後的關鍵位 就是這些 這些位置都破了 就是大牛屎 在這個裏面 行為一個中期的上升 小牛屎也可以這樣說 這個是現在的走勢 而且 記得大家 大家記得我之前在這條影片說過 底部的大勇竹是十分重要的 記得嗎 以前我們說過這個方法 那這裡來到這個位置 我們昨天的影片 講解了這個位置 是爭星還是假星 是不是 有些朋友說是假星 有些朋友是爭星 第子金是 昨天我們說的 第子金在這個位置 它是爭的有入場的 所以是一個爭的星 今天又爆了600點 有些人說 哎呀追不追啊 追了之後又怕它掉了下來 大家有沒有發現呢 市場就是在絕夢中 紅情就是在絕夢中產生 由雨中送升 瘋狂中消亡 你可以看到今天這個位置 追的人多不多呢 怎樣判斷呢 大家來看看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就是後面我們說的方法呢 你一直去追蹤的時候 你才可以窄到 我們一起看看 恆山指數 它今天升到上來 追的人多不多呢 有兩個角度去看 一方面去看看它的成交量 資金方面 今天是不是開始有放量了 今天送升放量很正常的 但是量大不大 還沒足夠大 比之前這個位置 看 是不是還少很多 還少很多 還少很多 當上升當中 量還沒放出很大的時候 這個位置是屬於正常的上升 如果放得很大很大的量 說明可能要接近瘋狂的位置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是屬於正常的放量 是送升 這個位置追貨的成本位 多不多呢 我們可以通過黃金分割 來看看 黃金分割 大家注意 你可以看到 它已經到什麼位置 0.118的位置已經很近很近了 我今天和大家提醒了一些重要的阻力支持 但是我們再說 是不是已經到了 2019年這個附近已經很近很近了 0.118的位置 說明這是一個短期的阻力 來得越來越近 如果這些位置去追貨的時候 有些朋友就要小心 可能要有些回落的情況 但是有些股票呢 反而就是機會 這裡要注意 但是如果回落呢 回落是機會還是風險 大家認為 接下來如果回落是機會還是風險 你認為是機會的 下方留言可以回覆是機會 你認為是風險的 回覆是風險 接下來如果回落是機會還是風險 我先把你的問題放在這裡 好 我們剛才說了大方向的大趨勢的三個階段 記住了嗎 記住 覆覆666 如果不明白的 你可以寫下你的問題 好吧 好 這是第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剛才說到成交 這兩個角度就是趨勢和量 第三個角度就是看資金方面 即是錢方面 到不到位 有沒有錢 是不是真的 這樣做 好 打開我們的查問分簿 查問分簿看看 查問分簿 查問分簿呢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 從這個低位 送分離的時候行止 是怎樣的情況 我們發現今天 升到上位高位追負的人 多不多 還未足夠多 所以 這個送升依然是OK的 你看 上一次在這個位的時候 你看看 爆升得了 你看看 是不是追負的人很多 看到嗎 所以它看到一個高位掉下來 OK 那這一次呢 我們發現爆升得這麼多 敢不敢追啊 不敢 對吧 所以這個位如果回落 就是機會來的 好 那我們看看 上面的阻力大不大 空間水位 那些是怎樣的 打開來看看 打開來看看 我們發現它 我將它 拿一個窗口來看 看看 高位到現在 好了 比較明顯的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 真的 昨天我們說 就是這個阻力位 是不是 直至今天是突破了 突破了 突破了 而且 大戶指針是 什麼情況 大戶指針是 過了 注意 大戶指針繼續增加 所以 這個位置 是必要去破 大戶指針真的有做的 真的有做的 好了 剛剛來到這個數目的這個阻力區 有些人說 那我追不追啊 指數在這個位置想追的朋友 它過了這些阻力的位置下面 就是你的支撐位 或者你的防守位 好吧 但是 安全的入場法 就是回落 就是 前面這個位置 最低升 最回落 就是洗盆的位置 最升 就是回落的時候 才是下次更加好的機會 那 如果它不回落 直接爆了上去呢 賺不了了 追不到了 過股的機會 你沒有放過它 今天一直提醒大家 過股的機會 你沒有放過它 好了 這個是它的情況 因為呢 這個位置如果破了 順便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助力 除了錢高 這個位置有 有少少阻礙一下它 然後最高就是這些位置 當然 可不去到那些位置就要看 錢 是不是繼續增加 所以 你手提股票呢 接下來你要關注就是 是不是真的可以跟著大戶 可以繼續升 第二 你要不要交貨 第三 第三 你在這些位置買了的時候 你賺了錢 你就走了 你懂不懂得買分離 這新的問題 你要馬上問自己 事從給機會的時候 給紅情的時候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搬到的 沒有準備好的人 是搬不到的 好吧 好 看看 因為之前我們說過700 記得嗎 最簡單一件事就是 700 你一直拿 是不是都有錢 當然 看你是什麼位置拿 之前我們從這些內衛就說過 它是 真的有 至少是一個月的行程 但是它超過50% 接下來更加大 而且呢 如果你可以出來會員 你還可以算它目標位 好吧 那今天 我們要說一下它的情況 接下來它已經來到阻力規 這個阻力規是 366.46到 376.43 接下來它是阻力 我們上一條影片的時候 說過它 這個位置過了 下一個目標位 在這裡 你看回我之前的影片的時候 可以看到的 好了 各位朋友 我們右上角的那條卡片 那裡 就是你去看之前的解釋 好了 我們繼續看 這個是它 所以今天直接是力口上去的 而且呢 以最高價收市 看到嗎 以最高價收市的話 對表這個位置的好有力量 是很強的 繼續有上弓的動力 所以 繼續往上 直接到它出現高低走的觸線的時候 才是點期的高位 當然這個位置 就算大戶減少了 核力減少了 它後面依然是有機會的 除非真的大戶出貨了 好了 再看看 下一個是 我們拿一些例子的說 比如說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今天要重點說一說它 阿里巴巴這個位置 直至 破了這個位置 好了 各位朋友 認為這個位置是真的星 即是阿里巴巴 是真星的話 覆分A 認為是假星的話 覆分B 真得破還是假得破 今天直接力口上去 而且在最高價 就是收到高位 同樣的 我們看看 這個位置爆了上去 阿里巴巴經常找這個東西 就是爆一下 回落 爆一下回落 這樣的情況出現 但是出現這種大用足 就是這樣 扯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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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走勢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 這些籌碼的情況 你就知道了 從 最近這個高位到現在吧 從之前那個高位到現在 你看 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看到嗎 本身的阻力位 是不是在這裡 看到嗎 多少 九十三元六毫多 在這個位置 然後呢 它慢慢 今天直接 突破了上去 衝到這個阻力 是不是 所以 接下來如果有得回落 就地機會 回落就是這些 就是它的支撐位 就是它的支撐位 因為上面沒有什麼特別大的阻力位 好嗎 得分這個 那麼這個位 下面的大戶是怎樣做的 增加 是真的扯上去的 真的扯上去的 所以 大戶真的正在做著的 好 那為什麼說 上一次這個位置的時候 就是 它也是大戶增加 為什麼這個位置 它就回落 這個位置 依然是 會不會從上一次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你倒著回去看看 蛋蛋咬中它 緊回來 緊回來 好 你看 倒著回去看這個位 看到嗎 你有沒有發現 上一次 你又爆了上去 高位追貨人很多 看到嗎 本身是這樣的 沒有的 這個阻力位 是不是這裡 看到嗎 但是 爆了上去的時候 嘩 看到很多人追貨 所以它就見到高位 但是 今次呢 今次追貨的人不多嗎 沒有 看到嗎 不是很多 看到嗎 有沒有 有沒有增長很長 沒有 因為很多人都沒有發應過 那麼大家想追貨的時候 才是高位 即是 接下來什麼時候送的策略 變得很長 才是高位 OK 這個方法是否十分有用 有用 好了 我們再看看 我想起一個股票的例子 是非常之適合去說的 二利一心 你看 二利一心在這個位置 我們在這個位置 12月19日就說過它 在它的最低資訊上 持有持有持有 今天大家要住了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些 什麼問題出來了 有了 我們發現 二利一心從其它是科技 會有些少少不同 今天升 是吧 拖了上來 但是大戶反而是 這麼少的 而且高位是否開始有人追貨 有人在這個高位追貨 是不是 增長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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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第一次給下面的籌碼長 就說明高位開始有人追貨 有大戶在這個位置 開始有 開始派貨 或者說你回頭一部分 所以這個股票要小心些什麼 今天最低位 千萬不要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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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不給其他那些說回落就是給你機會 中間剛剛上來 這些是 拉升了一段 然後它有可能要挖你回頭的情況 大戶開始減少的時候 不代表它立刻可能會再升一升 回頭之後再走 但是這些危險一點的地方 我們要緊張 就是這個位置 雙湯的話 在這個位置 我要講一講 昨天我們說過它 但是洗盤回落之後 今天收市依然是 比昨天的低位之上的 而且突破前面這個高位 突破之後 昨天在貨是割肉減少的 今天直接突破 好了 以昨天的低位 因為下影線比較長 我們以這個位置作為防守 適當去阻礎 而且從這個低位重分離 高位追入的人多不多 從這個低位 10月25日到現在 追貨的人多不多 今天升上來追貨的人多不多 這一部分人不追 但是未足夠多 它的最長筹碼就是它的支撐位 在這個支撐位之上 回落就是機會 這個就是這隻股票 而且接下來這個助力位剛剛是過了 如果手未回落下給機會的時候 可以繼續衝的 因為上面沒有特別大的 只是前高的位置 才是它的大的阻力 下面的防守位 就是以我們以昨天的收市價 以這個籌碼的低位2.2 作為防守都OK 這是股票來的 好了 如果你想看自己的股票 可以看看 用這個方法 打一步 畫它的趨勢線 譬如說 如果不懂得趨勢線 直接按趨勢指標 這個叫做BBE 紅飄底 紅飄底 代表波段的紅塵向上 你看恒生指數 都是波段的向上 看到嗎 是不是 紅飄底 遠離紅飄底 要等它遠離了 它收出陰線 才會回落 好像這些位 升回來 收出陰線 高位出現 慢慢慢慢回落 升上去 等它收出陰線 升上去收出陰線 會落 升上去收出陰線 慢慢回落 如果升上去收出陰線 才會回落 好了 這是我們看到的方法 比較簡單 0013 昨晚我們也有說過 和王醫藥的股票 今天爆 爆了10% 衝高回落 都是一樣的 等它抽升回來 收出陰線 就是回落的時候 從這個單位想說 今天追負的人多嗎 有 但未足夠多 大戶呢 但未足夠多 仍然在增加跟阿里巴巴 700 有些類似的 好了 我們再看看 那個 水星 20100 20100可以說 它是屬於前面回落之後 今天繼續升 升的時候 有一條倒著的垂頭 說明數目的阻力是比較大的 這個位置是一個橫擺的走勢 雖然它是綠標帶 對表是 林友 都是佔優的 波段 但是它是走平的 是橫擺的走勢 那 衝了上去之後 它衝了上去 收出陰線的時候 都會回落 但現在大戶是增加的 大戶增加呢 我們就持有等待的情況 持有等待的情況 當然 你可以看到它 我們需要注意一個地方 就是 今天安普來到這個造力區 最好就是 不要再 破下來 如果破下來 即是明天收回來 打到這些支持之上 假用足也好 用足也好 都是送到安全 如果是 倒下來陰線的話 它依然是比較弱勢的 你 見好就 或者說 或者說 沒有馬上衝進去 因為這個位置 大戶徘徊了一段時間 未增加突破 因為這個造力位置 是不是很大 今天剛剛 有稍微過去 但是呢 沒有用足直接 上回 所以 而且今天已經衝到前高附近了 所以 回落的話 都屬於正常 如果回落的話 都是屬於正常的 第一個支撐位 17.81 第二個支撐位 17.5 這兩個位置 是它的支持來的 在這個位置上 我們依然是 持有等待 最觀察 最觀察 但會未走 我們就不用 全部都走 如果你有持有等待 的情況 可以的 這是這隻股票 沒有課的朋友 先看看 這樣出現的觸線 不太好 就是 怎麼說 就是 上風 的 倒下來 這種力量 依然是有的 好 這個叫做 968 96 98 有些粉絲朋友問 都是 爆了上去的股票 前面你看 還沒爆之前 大戶是怎麼做的 你說吹勢是怎麼做的 是不是送星吹勢 你看看那個 BBE 你就知道了 是不是 紅票底 很漂亮的 會彈上去 是不是 大戶資金 股票 依然是增加 在貨幣未消失 所以 在這個位置 正在做的時候 後面可不可以持續 就要看 後面的貨幣可不可以消失 當然這個股票已經跌了很多 已經跌了很長很長時間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升過 都是沒有收正大升的地方 這個低的作力位已經 有一段距離了 如果升到這些區域 即是27萬元附近 就要小心了 今天是怎麼裂口上去的 依然是強勁 即是有盡力的 這個動作在那裡 但是貨幣未消失 所以 可不可以持續到很長時間呢 到最後在附近 就要警惕一下 除非在貨幣都沒有了 全部都 大戶都拿到足夠的籌碼 衝上去了 那 當然 我認為它是會 所以我們來到這些 阻力回一回 如果回得少 最衝破 就要有更大的空間 當然我們先看到那個位附近 好了 當然今天的裂口的位置 和支撐位 最主要看就是 中信股份 中信股份很清晰的看到 黃色的醜加多 它是一時一時的 不是那些大的 中信股份 對於其他大股 是否 力度不算很大 當然 之前這一段也不少 但是 現在這一段 從7.2到現在的8.2% 升了十幾個% 對吧 不算很大 因為它是低值的 當然 現在可以看到就是 大股資金已經增持 當然可以持有 上面支撐是在這個區域 好嗎 8.27 8.27 8.27 到8.23 在這位置上 安全 而且上面沒有特別大的助力位 離陰大戶只要增加 它就一直衝上去 所以追蹤大戶的動向 是不是非常之有用 十分有用 特別是這種行程 快速幫你賺錢 就是這些 這個 是有些朋友問的 本身股 大戶在貨沒有了 今天大戶反而是減少 因為到前高附近 而且 這個位置追負的人比較多 已經跌穿了 接下來看看 這個33.44 可不可以收到蓉蓉捉回來 如果可以 它繼續上衝 不可以 穿物就會跌到更低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但是大戶之間 這個重生股大戶是比之前多的 它是有機會去 可以繼續衝破它 接下來看看大戶 繼續做不做 大戶有沒有增加 就可以了 這個股票比較簡單 就是衝動起來 是比較簡單的 一隻股 好了 我們去見到 還有一下 第一 市場來說 小牛市的送升 增升、假升 我們已經通過這些去判斷了 然後 個股方面 一定要follow the money 因為市場開始有機會的時候 你大戶之間的動向 看清楚了 才是可以真正的拿到這些 增資的股票 如果不是 就是比較能 就是你容易追蹤 煞跌這樣的情況 所以 第三 有沒有水位呢 黃金分割也好 籌本也好 就可以非常之輕鬆的去抓到了 OK 訂閱我們頻道 好 收藥比更加多人分享 我們下次的話 再見了 而且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區 留下你送問的問題 或者說有其他的觀點都可以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